2022年暑期,仙侠剧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苍兰爵》、陈湘仲华两部仙侠剧,看得观众虐寻虐废 如今王鹤帝、余淑欣主演的《苍兰爵》已经完美收工 诚意、杨子主演的陈湘仲华剧情也越来越让人上头 观众对仙侠剧的追剧热情丝毫不减 《苍兰爵》没有烂尾,大结局的剧情获得剧粉的一致好评 《小兰花》以东方清仓最终守护了天下,也守护了彼此 这对苦情人终于彻底解脱了 《大黑龙》与杰里宠归于好 之前剧中的谜团在大结局时也都一一解开 这个结局也算是很圆满了 《苍兰爵》收工获得了很高的热度 战内热度更是突破了10500 该剧的口碑也不错,豆瓣评分7.8分 这对仙侠剧而言也是属于高分 《苍兰爵》刚开播时,观众并不看好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这部剧让观众越坠越上头 而《苍兰爵》之所以迅速出圈 除了王鹤蒂、于书欣等演员与角色很贴合外 剧情的设定也非常符合观众审美 而且这部剧的剧情也比较有新意 种种原因成就了这部仙侠剧 与《苍兰爵》相比 杨子、程毅主演的陈湘仲华开播时 观众抱着非常大的期待 毕竟杨子和程毅是仙侠剧中的两大顶梁柱 这两个演员搭档自然是看点十足 不过《陈湘仲华》播出后 很多观众反馈 这部剧的剧情太过于中规中矩 如果不是有杨子、程毅两大流量演员撑场 或许很多人已经弃剧了 《陈湘仲华》豆瓣开分5.6分 连及格分都没有拿到 很多人还是颇为意外的 虽然这部剧的剧情的确心意不足 但是及格以上的分数还是没有问题的 果然随着剧情不断推进 这部剧的口碑也在回暖 目前豆瓣评分已达5.9分 而且还有继续攀升的趋势 大继续口碑逆袭 这也未可知 其实《陈湘仲华》还是看点满满的 尤其是程毅、杨子的演技都不错 为剧中应冤、颜淡的人色争色不少 其实《苍蓝爵》与《陈湘仲华》两部先下剧 对比也是非常鲜明 《苍蓝爵》的成功 《陈湘仲华》的口碑不尽如人意 也是非常能说明问题 以《苍蓝爵》为例 王鹤帝、余淑欣两个演员并非是仙侠剧的顶配 不过不得不说 王鹤帝和余淑欣是非常符合东方清仓与小兰花的人设 再加上这部剧的剧情 环环相扣 节奏紧凑 高潮叠起 非常的加分 《陈湘仲华》这部剧最可贵的是 没有为了升华所谓的家国大义 而让男女主角的人设扭曲 这也是为何观众追剧停不下来的主要原因 而《陈湘仲华》这部剧 剧情在仙侠剧中算中规中矩 但不可否认的是 《陈湘仲华》两个演员演仙侠剧 是真的让观众很有代入感的 当然这部剧之所以豆瓣评分 很多人打了一星 也是与这部剧的主演是流量演员有关 流量演员现在的确就是一把双刃剑 他们能给剧带来热度 但如果具有瑕疵 剧情上的槽点往往也会被算到演员身上 最终演员成了剧的杯锅侠 这种事情在热度高的影视剧中 已经是屡见不鲜 不管怎么说 《陈湘仲华》这两部宣侠剧 都是有各自的看点 及吸引观众眼球的吸经点的 而且这两部剧 也陪伴很多观众 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夏天 《陈湘仲华》这两部剧 热度飙升 也恰恰说明 宣侠剧还是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的 如果剧的质量过硬 都会获得观众的青睐的 感谢观众基础的